大家好我是Michael 歡迎收看英文一開關 今天要帶你看到的是 八個台灣人最常犯的英文錯誤 大家都知道我和MV的政治是什麼 我們平常工作其實是什麼 我們平常工作就是 補習班老師 那應該有八個我們都知道了 由於我們是補習班老師的關係 所以還蠻常聽到學生 不管在寫啊 還是在說常犯的幾個錯誤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的是 八個台灣人最常犯的英文錯誤 第一個 我很喜歡 I'm loving it 不對 但是當然廣告開始 我很喜歡直接翻成英文會變什麼 會變成 I very like 這個當然完全是錯誤 那英文的呢 我很喜歡到底要怎麼說 應該是 I like it very much 這個才是正確的 那這個不只是小朋友會犯的錯誤 就連大人有時候一緊張都 I very very 什麼 我很怎麼樣 小心前往都這樣用 應該是 I什麼東西 very much 才對 第二個 他死掉了 沒錯 小朋友都很喜歡在那邊GG來GG去的 死掉來死掉去的 那最常聽到的就是說 He is died 蛤? 這個錯在哪裡呢? 你想 die它其實是一般動詞 就跟什麼一樣 就跟跳舞的dance一樣 都是一般動詞 所以你會說 He is dance 不會啊 那你為什麼會說 He is died 是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嘛 所以呢 它死掉了其實只要怎麼說就好了 He died 就是這麼簡單 He died 因為英文裡面只能有一個主詞 一個動詞 如果你又說is 又說die 這樣就有兩個動詞 這樣就播出了 那除了He died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用 dead這個字 那dead它是形容詞 是死掉的狀態 那形容詞要怎麼用 我很帥怎麼說 大聲說的 Michael is 沒錯 跟著我一起唸 Michael is 所以在形容詞前面 才要加上b動詞 所以他死掉了 用dead這個形容詞 就要說 He is dead 第三個 想睡覺 這個真的是Effy每天的寫照 對不對 那想睡覺 想睡 用的是sleepy 沒有錯sleepy 那為什麼這個很容易搞混呢 因為光想睡覺 還是睡著的sleepy 還有asleep 就有很多人搞不清楚了 sleepy就是想要睡覺的 那asleep 那asleep 則是睡著的 更麻煩的是 搭配他們的動詞 也有一點點像 所以如果你說我很想要睡覺 你用的動詞是feel 感覺到 感到 所以我感到好想睡覺 我覺得好想睡覺 他用的是 I feel sleepy 那如果是睡著的asleep 他搭配的動詞是fall 跌倒的那個fall fell fallen 那個fall 所以我昨天10點睡著 I fell asleep at 10 last night 注意 fall asleep 睡著 還有 feel sleepy 知道了嗎 4 缺乏想像力 那這個呢 是什麼樣 這個在商業寫作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 你可能要說 對方說 啊你這個東西缺了什麼 你不想要用 you don't have 這種爛句子嘛 你就會用一個很 比較厲害一點的字 叫做leg 那很多人呢 會寫成 he lacks of imagination 那注意這個是 錯誤的 因為 當他當動詞的時候 後面直接接 缺少的東西 就好了 例如 he lacks imagination 這樣子就是 他缺乏想像力 你就說奇怪 明明我在電影雜誌裡 都有看到 leg of 這種用法 那talking是什麼呢 那leg of 這個leg 它變成一個名詞喔 所以呢 如果你要說我缺錢 你就可以說 I have a lack of money 這樣子 我有這個缺錢的問題 對啊 這一直是一個 我覺得蠻嚴重的問題 第五個 我好無聊 I am boring I am so boring 這個其實是錯誤的 在這邊呢 給大家一個小訣竅 形容詞常常會有兩種結尾的 分別是ing 還有ed ing 你要記什麼呢 你可以記 令人點點點的 那ed 則是記 感到點點點的 所以boring就是令人無聊的 bored 則是感到無聊的 所以應該不是說 我是個好無聊的人 你們看我的影片都不會笑對不對 應該是說 I am bored 我感到無聊 其實用一個東西想就很容易了嘛 例如電影好了 the movie is excited 還是exciting呢 你想 電影是令人興奮還是感到興奮 電影又不會自己說 我好興奮啊 不會嗎 我也這樣說了之後 HowHow is excited 喔 她好興奮喔 第六 男生 女生 小傻 都不清楚 雖然說我們中文裡面的 你跟他都有女字旁的 但是發音怎麼樣 現在的發音是完全一樣的嘛 那英文就不同喔 英文的女生的他 就是 男生的他 就是 那因為我們母語呢 都習慣用什麼 男生的他為主 所以我們常常會把女生的角色 講成 he 例如 Oh my mom is 40 years old He cooks dinner for me everyday 所以他就會把媽媽 講成那個 he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比較習慣用那個男生的 他嘛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小心的 第七個 忘記加s 最常見忘記加s 當然就是第三人稱後面的動詞 忘記加s 還有 副數的時候忘記加s 但是你知道嗎 有的東西 除了這兩個之外 也是一定要加s的喔 記得嗎 記得那一天了嗎 不記得的話 趕快點這邊的資訊卡去觀看吧 第八個 主動 被動 那在我們中文裡面 我們其實常常不會把那個 被說出來 對不對 電影發行了 電影10月18號發行 但是電影其實是 被出版社 或是被電影廠商所發行 我們都不會說那個被那個字 但是呢 其實只要用邏輯 一想就知道 到底是主動還是被動吧 應該吧 應該沒有那麼難吧 但是呢 我常常會看到學生做一張寫 I am done homework 你被你作業做掉了 你的作業這麼猛 會把你做掉呢 我真的每次看到都覺得很崩潰 可以認真動點頭腦寫嗎 怎麼可能會被作業做掉呢 那 以上呢 就是我在補習班 最常看到的八個錯誤 還有什麼你常看到的 英文錯誤呢 趕快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喜歡我的讚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每週二五晚上 八點都有新影片 英文一開款 英語最簡單 See ya 那除了那個 I am done homework 你被作業收掉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 被動他們常常寫錯的 就是 I am eaten cake 蛋糕把我吃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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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